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聯新聞一分鐘 大家看到版面就知道 這節不是說新聞,而是說IG好朋友 Fergus Time,因為我們剛剛在雙鴻會贏了利物浦 他也出了一篇文章關於雙鴻會 有趣的地方,他不是說我們的球員,也不是說他們的領隊 是說我們的前軍醫對雙鴻會的回憶 看完這篇文章後,就發現雙鴻會的雙鴻會 即是我們和利物浦真是上至領隊 下至球會的每一個員工都深深感受到 儘管看看這位軍醫有什麼感受 Fergus Time再次感謝他,讓我分享他的好文章 英格蘭竹總盃有雙鴻會,他寫文章時還沒踢 我們就勝贏了 萬聯就會對著利物浦 上星期雙鴻對決緊張而不清楚 缺乏了以往國家打鼻的氣氛 兩隊零比零平手 未有太多經典的場面留下 兩隊色彩的火花不限於球場上高 每次雙鴻會的彰力都伸延到甚至場外 最近The Athletic做了一篇 萬聯和利物浦之間恩恩怨怨的回顧 除了訪問球員和領導之外 還有前萬聯的軍醫 David Pfaff,肺夫爾的分享 幾次作客利物浦的經歷都令他記憶猶新 值得和大家分享故中的小故事 首先介紹一下肺夫爾的背景 他在1994年6月加盟萬聯 之前他在聖凱倫斯醫院 聖凱倫斯醫院工作 亦有為韋根籃球隊服務 有一次萬聯的助教傑德 帶著一位年輕球員David Johnson 去醫院進行治療 就是由肺夫爾主理 當時Johnson的失步人帶受傷 球隊希望他可以下場比賽上陣 所以傑德帶他去見肺夫爾 肺夫爾一看就說 他還沒康復 還沒康復 並不適合比賽 這就是第一次肺夫爾和萬聯結完 到了1994年 萬聯奪得首次的雙冠王之後 軍醫墨戒加 Jim McGregor 就離隊 傑德因而想起肺夫爾 邀請他加盟 當時他來到和肺格遜見面了20分鐘左右 他初初以為自己來見宮 要等待一部消息 但想不到萬聯立即提出 請你來加盟 雖然第一次和肺Sir見面很愉快 但肺夫爾很快便見識到 肺Sir的風筒待遇 1995年3月 萬聯捉黑眼飛路 零比爾不敵利物浦 衛免冠軍的前景大受打擊 那場比賽 萬聯半場落後0比1的時候 中場休息 肺格順在根治室大發雷亭 當時肺夫爾正為沙帕治療 激動的肺格順 將一瓶水 不經意地扔到肺夫爾那邊 結果水瓶破裂 以水彈到肺夫爾的臉部 但是 他也不敢發聲 只是低頭 繼續為沙帕治療 這個經歷 令肺夫爾感受到 想後悔的意義和張力 我真是想不到 肺Sir真是厲害的 風筒吹到連軍醫也有關事 好繼續 雖然只是軍醫了 但是肺夫爾也親身經歷過利物浦球迷的敵意 另一次作客眼飛路的比賽 肺夫爾在賽事中為球員治療 之後經過翻壞後備籍 途中的利物浦球迷 當然不會放過這位萬聯軍醫 向他破口大馬去洩憤 由於肺夫爾是沒有頭髮的緣故 有一位沒有球迷就叫他 喂 你頭髮是不是用來給直升機降落架 這些尷尬的說話 肺夫爾只能夠 虎嘲是 說真的我們這些說什麼都沒用 球場上高贏了你最重要的 這是我家的 雙鴻匯對萬聯的意義 也深深重疑在球員的意識裏 每一次作客利物浦 肺夫爾除了治療傷患之外 還有特別的任務 就是什麼呢 在對巴前往岩菲路的途中 陪孫偉高玩啤牌 讓他可以冷靜下來 有一次當對巴去到岩菲路的時候 有些利物浦球迷已經在等 攻後萬聯的球員 這個時候孫偉高就放下手上的啤牌 拿出一疊 有20張10元 即10磅 向球迷揮動 有先動的 球迷當然好不客氣 拿出的雜物 就不斷扔萬聯的對巴 第二年 再次去到岩菲路的時候 肺夫爾一早就勸 輸米高不要再在這裡做傻事 雙鴻匯的敵對氣氛 始終令輸米高忍不住 當大軍到岩菲路 球員陸續報出的時候 輸米高再次拿出一疊人 向利物保球迷揮動 這次利物保的球迷 就有備意外 同樣拿出一疊口10倍的銀紙 頂到輸米高那邊 幸好輸米高沒有被激怒 反而 跟那位球迷 激掌時矣 肺夫爾估計 該疊銀紙應該有1000磅有多 肺夫爾在1999年和萬聯一起 三冠王之後 跟隨了傑特 即是Brian Kidd 去了暴力搬流浪 建築自己五年在紅魔的生涯 雖然傑特在1999年11月 被暴力搬辭 同時肺Sir也邀請了肺夫爾回巢 但肺夫爾就損失了留在這裏 完成自己 在暴力搬的三年合約 大家聽完之後 會不會覺得 真誇張 連軍衣都弄成這樣 我沒聽過這個故事 但聽完之後都覺得非常之特別 還有大家都 發覺原來 輸米高 球場上高 很有霸氣 原來 在球場以外 都是超級霸氣 這次節目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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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